有员工爆料 公司表示是因应星期六投票日 让员工可以早上9点半再上班 可是交通车的发车时间 最早是7点40分 最晚是8点15分 因此投完票之后 根本是搭不上车的 被质疑是不想让员工去投票 对此群创是紧急调整了 交通车的时间 来到关于台南的群创光电 员工照常进出 但其实为了这个礼拜六的选举投票 一度引发员工不满 就有员工爆料 公司表面上说 为了因应16号的选举 特别让员工可以早上9点半 在道场上班 但交通车最早一般 是从嘉义西区县7点40分发车 最晚一般则是从台南沿水县 8点15分发车 但投票8点才开始 交通车却不到8点就发车 谁来得及去投票 差一点点时间 那大家有机会去表达意见 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 对此群创紧急调整交通车时间 一律统一在8点20分才发车 就是希望员工可以投完票再上班 另外先前也传出 因为投票日跟部分 大专院校的期末口就撞起了 也被认为是干扰投票 就连东南旅行社 因为尾压日跟投票日 刚好是同一天 而且是统一要到北部 从早上10点吃到下午4点 主打有参加就有奖 出席就有5000块钱红包 就被质疑这样谁有时间去投票 旅行社回应尾压日期 早在一年前就敲定了 跟选举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者台南报道